这次的设计任务真的超有意思 我愿意称之为果牌大聚会 不仅有可爱耿直的美如新 波罗莎 还有诚实肯告的测谎机器人曲线 为了找到杀死亚策先生的凶手 他们决定还原案发经过 并鸽子出演了一个嫌疑人 爷出演叫油猛洛洛美的盗宝团 拍萌出演问题小孩 美如新出演流浪汉罗谢 曲线出演游人中的穷猛人员 由于我看的时候没有配音很难受 所以我自己配了一下 嗯 我叫罗谢 是一个被妻子扫地出门的重年大叔 因为想要一份报社工作 所以一直在附近游荡 案发当晚 我确认亚策先生还好好待在他的底座上 然后我就在路边前程都睡过去了 比人柏拉尔第二个到达现场 那时亚策先生已经不在了 因此真正的犯人 就在比人与罗谢先生的中间十段 偷走了亚策先生 并留下了针对报社的威胁信 出于情报人员的自觉 比人阅读了威胁信 并将其代理现场 然后是老子 老子叫勇猛洛洛美 是一个犯罪团伙的42当家 为了打击报复报社 老子决定用刀将亚策先生捅个对穿 但老子赶到的时候 亚策先生已经不见了 我叫凯万 是个问题小孩 我来这里是想让人亚策先生 传播我爸爸是个混蛋这件事 但亚策先生不见了 只有一个臭乌乌的大叔躺在地上 我很害怕 就把刀拿起来防身 然后就跑掉了 哪些 我配完这段 真的满脑的都是爷说 老子英雄漠落落眉 这句话配上一切的表情 我真的要笑死了 不行了 我感觉我直睡不了爷了